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家的房子 虽然外面没装进去好 但里面可以用了 来 这个是我们家的厨房 布置也比较简单 我们也没有做柜子 冰箱啊 都是以前的老冰箱 也没有做嵌入式的 但是我不喜欢装的台面 因为它外面设计的时候 当着房子的时候 这做了一个拐角的开阔式的 对 就显得不压力 然后呢 台面的话呢 也是稍微加工的一点点 因为我们家 我用的话身高稍微高一点 现在也不太高 油烟机是以前的 来你看我们家的锅 这我们家的铁锅 每天就炒烫 你看 外面也成锈 里面还是好 里面是幽默 很好用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这种东西都是按每家网上采购的 画一些工具啊 画一些材料 都很方便 是不是 哎 这个东西啊 是我们家 我觉得做的比较的 合理的一个 一个大厦 是吧 对 这个是我们的厂造 其实以后呢 对个鸡啊 对 熬洋汤 是的 但是现在还没洗用 我们家 现在还没有正式可以用的这个 冰箱就没有做 嵌入室的 这个也是安理到我们的 包括这个桌子 这桌子 呃 我特别喜欢 有百分之圆的 来人多的时候 可以把它拽出来 是一个圆形的桌 现在的话呢 就半圆 然后快在墙上 我们家三次口 就在这吃饭 来这边啊 从我们的厨房 就直接可以通到我们的客厅 这里 哎 谁上桌子了 呃 这个就是我们家现在的客厅 主要活动区域的这边 我对你来比起啊 啊 王仲玄是这样的 王仲玄 呃 在老家也是打地铺 到这儿来呢 因为房子还没有装进好 那边呢 到现在这里还是打地铺 是把皇家藤给刀了用了 对 不过好在这个地方呢 是 有定暖的 对 有定暖的 哎 你们会说了 你看儿子都不如刀了亲 我跟你说 呃 刀了都有房间 儿子现在没房间 是这样的 那个房间早就给刀了人了 对 而且人家刀了盖这个房子 确实出了很大的力 是的 对吧 主要是墙面的颜色 因为我们家比较简单 大家能看到 家具也简单 都是你以前老家里面的那个沙发 那样的 呃 这个墙外我们用了一个灰色 因为它正好离底下的计料线啊 还有这些门的白色单 对应的 其他的颜色就选的是白色的 就是 如果全都是白色的 我感觉就有点太白了 太空旷了 对 就是做了一个颜色搭配 然后买了一个茶桌 这个茶桌是新的 所以我们也是从老家搬来的沙发 以前的一套沙发还好用 这里是我的鱼缸 把它搬过来了 这个鱼缸前段时间 这里鱼尝了好几次 差点尝了好几次 都被我救活了 刚刚救活了好几次 对 阿敏惦记了好几次了 这个鱼型已经长得很大了 但是 可能下了点锅了 这是道路的环境 我们家非常经典的一个环境 就是在这里 道路是特别喜欢在这里 晒天洋 对 小猫咪都晒天洋 是非常有好处的 是不是 对 然后呢 外面的检测也是非常棒 现在鱼池对象没有灌雪 绿坏也就起来 但是呢 很开阔 是太阳非常好 是不是 是的 是我们家最好的一个房间 到了当中会 对 哎 他那些小东西 小的一个石啊 小 小小小小 是的 喝了一会儿 都在这里 对 都在这里 然后这边呢 是我们家的卧室 卧室 我没有阿敏的卧室 大家看一眼 有点乱 哦 也不大 你现在一个临时的卧室 对 我们的 这个房间呢 虽然说 屁小屁房虽然说小 呃 四间房子 但是武藏俱全 是不是 是的 就是差了王同学一个 你看王同学有高的黑的 到了 不如上床下来 黑下来 他他可喜欢趴上面 趴吧 哎 来到了 跟他打招呼 来 好孩子 哎 都说这房子你给我没盖的到了 哈哈哈 对 是的 到了出了很大的力 出了一多部分的力 百分之九十九 对不对 对 你当中 快安 嗯